那在上一节课里面 我们一起学习了我们的这个 K-Means, K-N,以及我们的一个 Meanshift的算法 其中呢,K-Means和这个Meanshift呢 都是属于一个无监督式学习 我们这个数据呢,是不需要 进行一个具体打标签的 K-N呢,则是属于我们一个监督式学习 那本节课,我们就是会为我们的 一个实战环节做准备 那我们就是说先去了解一些 我们之后会用到的一些常用代码 好,我们直接进入我们本节课的 一个主要内容 好,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K-Means算法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边呢 其实是有我们的这个 没有带标签的数据,是我们的初始数据了 对吧,original data 然后呢,左下角呢,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K-N算法,就是完成了一个预测 那么我们要去实现这个呢 无非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模型 并且去训练它,那和之前的 这个分类啊,还有我们的 这个线性回归啊,都是类似的 从我们这个调用这个SK-Learn的 这个只是说另外一个工具包 Cluster里面的K-Means包 然后呢,直接创建一个K-Means的算法实例 对吧,这里面呢,有两个输入参数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N-Cluster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课程里面讲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K值了 你想把它聚成几类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Random State Random State呢,主要是指就是说 你初始化这个数据点的时候呢 比如说它可以是这样的 对吧,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或者说是这样的 那你为了你这个,就是说结果就有重复性呢 你就给它一个初始状态 这个初始状态呢,初始数值呢 它就会决定你之后 初始化的时候呢,它可能都是固定的三个点 那你以后就可以重复你的这一个模型 好,那我们这个实例创建好之后 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训练就好了 那这个其实也非常简单和直观 那我们完成了这个训练之后呢 再和大家就是介绍一个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G类呢 其实就会分成三个类别 那三个类别呢,它其实是有个中心点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心点呢 可以让它展示出来 获取到我们中心点 就是直接调用我们这个K-Means的实例 然后呢,直接调用这个Cluster Centers的 这一个方法 那我们的这个中心点就获得了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三个红点 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它这个图形呢 进行可视化的展示 那我们在这个呢 在上一个章节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就待会就直接用这个代码就行了 那另外我们还会去计算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聚类的一个准确率 当然大家会想一想啊 就是说这个准确率呢 一开始不一定高 因为你据出来的这个类别啊 可能和原来的这个分的 一二三 你可能现在变成了三二一 那你可能直接去对应呢 可能这个类别是准确率就很低 对吧 那我们之后呢 会教大家怎么样去进行一个 这个数据的一个校正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准确率呢 其实我们在上个章节已经介绍了 直接调用我们这个 Accuracy Score的这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个呢 其实就已经实行了我们这个 K-means区类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个类别呢 可能是对应不上的 就比如说 我这个上面呢 是我就是说用KN算法 预测出来的类别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第零类 然后呢 这个是第一类 这个是第二类 而这个下面呢 是我们的原始数据类别 我们真的这个蓝色的在这里 第零类 然后第一类和第二类 我们发现对不上对吧 虽然说类别好像是分对了 但这个类别完全是 这个零和一是反 就不对的 对吧 然后呢 这里呢 二呢 实际上呢 它又是零 然后还有这个一呢 它这里是二呢 所以对不上 那你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对你的结果 进行一次矫正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啊 就比如说 实际上我们以后 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没有标签的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你的 大部分样本呢 都是正样本 80% 都是OK的 还有20%是NG的 然后呢 你这个数据集呢 又无法穷尽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当你使用这个 比如说K-means 完成了这个G类之后呢 你可能可以直接去 判断这两个类别的数量 分配是多少 然后呢 就是说80%的这个数量呢 可能就是OK的这个类别 直接就把它定义成1 对吧 就是这个label 因为你原来可能计算出来 它是0 那你可能直接把它校正成1 那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你可以 以后你给新的数据进来呢 它也可以自动告诉你 这个是OK的样本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数据校正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去 可以让我们这个 本来是这个分出来的类别 这个标签本来没有意义 可能就变得有一个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含义了 好我们看看怎么去实现啊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左边这幅图 那它要去实现的 无非就是说 我预测出来假设是0的 它实际上是1 预测出来是2的呢 实际上是0 预测出来是1的呢 实际上是2 所以呢我们要先建一个 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变量 然后它这个列表 好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先去掉 然后让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晰一些 好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呢 首先新建一个就是校正的一个结果 Y calibrate 对吧 它一开始是一个空的一个列表 然后呢 假设就是说 我去变力我预测出来的结果 如果我这个预测出来的结果啊 是0 那它呢 我就在这个新的这个列表里面呢 那它实际上呢 就是0的话 对吧 那我这里呢 就增加一个2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0的类别对应的是2 不过我们这里看到的是1 所以我们这里呢 可以是 就是说append 1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预测出来的结果是1呢 那我这个呢 就append 就改成2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就是说 如果不是0也不是1 那就意味着预测出来的结果是2的话呢 其实我这个就是0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就相当于完成了这个结果的校正 那这个呢 其实是挺实用的一个功能吧 所以就是说 也在这里教导大家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校正完之后的一个效果 就相当于我这个 0呢 就变成了 0呢 就变成了1 所以呢 就是说 原来的0 这个就是1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1呢 也就是这个1呢 其实就变成了2 上面的这个1 那就是2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0 就发现 我和我们的这个原始数据 其实完全一样的 也不是完全一样 可能其中有几个点不一样了 但是你看 大致从肉眼上看上去是一样的 这个效果其实就挺好的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数据的校正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min shift算法的一个实现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 首先呢 有我们的原始数据 那我们min shift算法呢 首先要加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去 我们刚刚说过了嘛 我们以一个中心 然后以R为半径 所以我要给这个R R呢 给它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你自己定义 比如说这个R是等于 0.1 或者说是1 或者10 但一般来说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也不知道给多少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实际上是可以根据 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数据呢 去大概的估算这个R的 那它怎么估算呢 其实也是可以 直接通过代码实现的 那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个 估算这个带宽的一个方法 也是在我们这个 escalent cluster的 这个工具包里面 那直接呢 你只需要把你的 这个样本数量 以及你希望通过 采用多少个样本 来估算这个半径 直接给到它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如果 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呢 我们可以直接上 这个sclent这个官网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 介绍过了 直接去查一下 这个方法里面 其实它是有一些 默认的变量的 然后呢 这里面就包括了 我们就是说 你要给定这个 nsimples是什么定义 实际上就是它采的 样本数对吧 然后呢 可能其实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默认参数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通过这个呢 其实就可以 计算出我们的 这个希望的半径了 那我们有了 这个半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建立我们的 这个模型 那一样的 我们就是说 一开始要导入 我们的这个 minshift的 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就直接 去建立一个 minshift的这个实例 同时呢 我们要把这个R 复制给这个 bandwidth 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bandwidth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去完成模型训练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左边这幅图 其实就是说 自动的就把这个 归成了三类 对吧 你就不需要给这个k了 k等于几 你是不需要知道的 这个就很方便吧 当然呢 你这个时候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你需要先去 计算出这个半径 bandwidth 当然它是可以 直接自己去 自动估算的 好 那我们这个 minshift的算法呢 其实就也是这样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 和我们的kmin算法 进行一个对比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kn的 一个算法 那这个其实实现起来 其实就是更简单了 就三句话 一个呢 就是说 从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工具包 nables工具包 引入这个knables class file 对吧 就是这个kn的一个 就分类器 然后呢 直接创建一个实例 再完成模型训练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它是不需要进行一个 这个数据的矫正的 因为你本身 就是基于原来的这个数据 它就是有正确标签的 你会发现 你得出来的结果呢 它这个标签呢 其实就已经是和 原来是对应上的 所以直接你这个 你就发现这个accuracy 就特别高 相比来说呢 你可能前面的这个accuracy呢 就是说 在没有校正之前 你看其实这一个 accuracy其实是很低的 你校正好之后 其实也会挺高的 好 那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呢 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就接下来 就直接进入我们 就是说 一个实战的一个环节 对